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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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今天来开这个水水老师设计的产业规划大师 去SHM 我用真金白银买回来的 因为感觉这个设计的题材就非常的符合我们的胃口 像是一个讲求规划的格式游戏 这个画风我觉得也是挺喜欢的 是一个比较小清新的画风 先来看这个说明书 感觉好像并没有特别复杂 是个好事 这边应该是每个玩家的自己的版图 总共四个颜色 应该是四个玩家 版图应该都是大致相同的 没错是一个相同的布局 这个板件都拿出来 为了环保 毕竟它本身是个环保题材 里面用的塑料不多 就是纸质的一个收纳 这些零件都拿出来 我们先来看它这些木件吧 这个方块就是非常常规的方块 四个玩家颜色 美样又若干 除了木头的方块以外 它还有塑料的方块 因为材质不一样 像我木人它是一个不同的东西 可能是资源 看这个有透明的 蓝色的 绿色的 红色的 黑色的 更像是一个资源方块的这么一个设定 或者说是垃圾 因为从直观的体验上来说 感觉只有这个是塑料的 那么会不会就是说从材料上直接反映 这就是一个垃圾的存在 不是说别的东西 就是说游戏里的垃圾的感觉 然后这边有 常规的这个玩家颜色的圆饼 以及工人吧 是不是有一定工放的元素 美国家有六个这种标记物 好 我们来看看它的主板 是一个特殊形状的主板图 产业规划大师 那么现在把这个 摁板 摁一摁 明显这是钱呢 就是治理订单 生产 开发 有更多的钱 然后这边有一个可能是初始玩家标记吧 然后有这个诚实诚诚的这个资源标记物 首先就是当你什么东西产量爆炸的时候 就用这个诚实和诚诚去代替 以解决你这个标记物不够的这个问题 那么这边应该是实实在的这个产业 这是自然保护区 是不是说背面都是自然保护区 并不是 像这个是矿场 还有养殖场 给它先摁出来 然后再分类吧 应该都是一样的 因为它看到正面这个标识物 因为它后面这个标识物是对应的 好的 那么这样我们这些M板就全部完了 我们来收纳一下 是不是这些全部都可以收纳在这个位置 可能它理论上应该是特性的 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不是很平 就要好像 让我们来装一装 让我们来装一装 毕竟它给的袋子够多 全都分开装吧 好 我们身上没有拍的就是这副小牌 好 这个游戏流程提示 四张 小抄纸了 这个半张面 然后这个应该是每个玩家都一样的 那么 二 二 二 三 四 五 可能是五种动作吧 以及 所谓的年度事件 农业大峰 养殖大峰 矿野大峰 地理大峰 视频大峰 什么能源大峰 像是一些成就的感觉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开箱完毕了 学生老师这一款产业规划大师 我们玩完之后 第一时间也会在桌游行不行里去聊他 行不行见 拜拜